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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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玉毁了 你不能冲 就是要抡计了 你不能一波风的冲上去 直接就没了 因为你都是这样有TS 没有资本往前冲 你冲上去哪怕是你去主动干个对方 哪怕你能很快的秒掉对方 你的走位很容易被对方下来的人所留住 因为TS这个英雄走得太慢 有可能英雄他杀了人之后他啪就跑了 是吧 这种英雄的话我们比较欢迎 杀人之后还能够安然草剖 IG会拿什么英雄呢 果然第二盘之后安抚了许多网友的心 都开始对IG有点信心了 本来是状态不好 开始各种给IG加油了 这种人都是菠菜压的你知道吗 压了IG了 本来是说IG状态怎么恢复了这么差 现在开始说COME ON 把老外送回家 其实人都是有立场的 就好像我们经常碰到一个情况 就是姐说你会在 你比如说你之后看微博 有人到微博上面跟你说 对 然后这边来了一个说 你姐说怎么那么偏袒我家INT的 是吧 你怎么老是说他不好 我说好 不好意思 然后马上回头来个 怎么那么偏袒IG的 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他 他自己心里偏袒 因为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人 所以他就觉得你是偏袒的对方 因为他希望你能偏袒他 他喜欢那个队伍 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们在解说的时候 因为跟队伍的话 没有什么哪边有更好的交情 我们是站在一个功力的角度 然后去解说 有的时候可能 这次的团战 我肯定是为胜利方喝彩 然后你听到的时候 你觉得不爽了 是吧 我喜欢那边 那么这门输了 你那么高兴干嘛 这个正是造成这样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菠菜也是一样的 我压了谁 我自然是我希望他赢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是拿了独狗 这个 可以的独狗怎么了 独狗可以的 独狗可以的 独狗只是前两场没人拿而已 这个英雄还是 独狗是因为看到很久没有上场了 酱油之王啊 不能轻易放弃 八条 八条 八条这个英雄 把他放到这么高的优先级 他觉得 岳峰说我要再证明自己一次 我觉得发条优先级高的有点 不对 是吧 不太正常 我也觉得这个二选八条 我觉得拿小欲人是比较合适的 或者DS都可以 暗影恶魔加DS是我比较欣赏的 对 然后或者暗影恶魔加上船长 是我比较欣赏的 也可以 你拿八条 我觉得发条的英雄现在这个版本 怪怪的这种感觉 你说他不厉害吗 你说他不厉害吗 他也厉害 你说他很厉害吗 他也不能逆天 因为发条这个英雄 你拿个对方 然后你拿个黑暗显者 黑暗显者在solo的时候 是玩鸭发条的 黑暗显者打爆一切定战 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任何疑问 我想想看 有没有近战不会被他打爆的 想想看 想看 想看 有没有 我也是想不出来 让我看一眼 让我看一眼 手机上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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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阿姬搬了老牛 安提这边搬了光法 其实不用搬老牛了 因为他们上 他们怕牛头gs 一个 团战配合 有可能 其实他们牛头主要是用来配雪莹龙的 这是他们 应可最近 全场上的一个体系 通常都是这样 牛头 而且牛头的英雄也有弱点 就是比较笨拙 就是真的很笨 笨 我说了他只能打线上 然后挂机 对 他笨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的那一路是很强势 然后如果三路经常发生战争的话 好 这个英雄发现自己体力不值了 发现有点跟不掉节奏 有点跟不掉节奏 跑不动 有些英雄是可以跑起来的 我们限制这种就是典型的跑起来的英雄 哈哈哈 是跟一个先知 你会发现这个老牛瞬间就觉得自己是个老年人 真的是老牛老牛老年 也是 皮贼哥 最后阿仁这个耳机要带到脑门心上去了 阿仁说又又变科学怪人了 哈哈哈 阿仁把这个耳机当成了一个帽子带绿色的帽子 发光 还是办法见顺 黑得漂亮 哈哈哈 哎不过老外好像没有这么个讲法 对他们不在意这个 是的 老外就是老外就是自己都比较有个性 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不管这帽子是绿的还红的 上次那个Misery过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带了一个大大的绿帽子 然后我们都笑他不知道笑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好意思告诉他 他不太懂中国的不太懂中国的 风俗习惯 或者说 哎呦三选就拿了变体精灵 变体精灵 其实变体精灵再加一个X-Mine 再加一个毒狗 也能钢 也能钢 变体精灵有输出 是 钢 前期的技能输出还是挺高的 而且播出去之后呢还能回来 嗯 其实我觉得艾基比较适合钢 这样的话一旦钢三成功了对吧 岳峰加上430他们中继带节都会比较好 刚才 大川生轻轻的撩一撩自己的鼻子 做了个猪鼻子的动作 是的 我觉得艾基风格比较适合钢 因为这样的话430和岳峰 岳峰就是低盘的话 只由于他被三他被压爆了 所以说他没有陆陆无为 对 你让他转身顺水的话 他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陆陆无为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稳的选手 嗯 就这两个点他能够稳定的去 去压他们队上的线上的对手 而且我很久我基本上我没看 岳峰一打一次过亏 这是我很少见的 是 SK啊 这也是最喜欢的那个 船长 哎 船长还是要出来 船长 船长还是要出来 水源本身就很难死 再配个船长 还是巴措的 非常好 这样的话这飞机我感觉有点凶多吉少 对的 站不住啊 这四手龙骑士估计要拿起来了 龙骑士线上可能要分啊 如果是龙骑士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是要 暗影又摩根 船长去把龙骑士打爆就好了 然后逼你调兵潜将过来要支援 你觉得会不会有点齐招应该没有吧 齐招 他们现在这个阵容已经拿不住什么太大的齐招 还有一个战友一个大 类似于二哥一样的一个位置 或者三哥 他们现在这个阵容 其实现在想要用爆发去把水人杀爆 就看他们第四手是不是这样选择 哎 男猫是一个非常理想打对面的阵容 晨 又要快节奏了吗 男猫打对面的阵容太理想了 然后其实他们现在这样的阵容第五手 是否会拿个SS呢 大满 就是无脑推了呀 确实IG的防推进能力不是很厉害啊 就是一个发酵的导弹 然后SS是很克制遍体精灵的 这样的话一个组合会不会不错呢 我们看一下分路方面 分路方面是是会有点吃亏 对 第四次打野 然后飞机杀网 然后SS中单 对吧 主力SS以前是有过 但是太复古 他们肯定没练过这一套 他们选择搬掉的是先知 你用英特来搬最后一个了 说实话 你觉得SS有没有重新回到这种中单的solo位的可能 我觉得 还是要配阵容 配阵容 对 SS的话还是他技能好 他全是好技能 他四个技能 说实话他等级一高起来 这个英雄太可怕了 小强 我发现还有小强 强野CDC大乐英雄 没得拿 这是一个路人大乐 路人英雄里面我们俗称的小剑货 小剑货 就是剑 这个英雄可以没有作为 但是你不能少的 就真眼你肯定少不了 对 好费钱 对辅助来说压力很大 是 很费钱 他只要去拉眼 你就得买眼 好烦 这个有点烦 所以为了省钱 考虑还是把他搬了比较好 是还是搬了比较好 不搬的话不是很好玩 我们这部手可以配很多英雄啊 TS可以配个Lina不错吧 Lina还可以的 TS也还 Lina好一点吧 我觉得Lina稍微会好一点 补点爆发 是 然后安提这边第五手拿个蓝猫也不错 蓝猫或者BOP都不错 没时间了 最后选了拉比克 中庸 中庸 我也选了中庸 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特点就是全能 这个英雄玩的好就行 是 我不像你们的 全胖的那个扎比克是最流的 是 第五手 QOP 然后蓝猫 SS 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三个的人选 QOP会稍微好一点 哪怕他遇到了毒狗加上 船长也不虚 可能但是QOP 可以可以 反正硬硬的进来拿成了 就看那个成前期有没有作为了 没作为他们这盘节奏就要奔 没作为挑而转 没作为的成 在 就前期十分钟 你没有带动你团队的一个成 在本次DS20赛上面好像就没有什么 没有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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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神这个英雄到中期就没 就打仗起来就废了 是 是因为你的三人马在嚼嚼踩到 你就要像357一样 是吧 浑身上下就一个装备 裸个梅肯出来 带动角奏 都是什么 现在基本上都是裸梅肯 然后其实就是无脑退 鞋子都不一样 我只要走的跟野怪一样 反正我被人晕了我就是死了 我要什么鞋子 对 我又不上去的 就是什么愚人 这个 选择拿的是一个小愚人作为自己的二号输出点 那么小愚人这个英雄 在这一次的DSLNCB比赛上面其实还是出现过几次 这个英雄的特点是逃生能力强 然后灵活爆发 其实很高 对吧 缺点有两个 一个是相对比较缺蓝 所以他通常而言都是把他放到中路让他带一个瓶子 这样的魔法消耗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身板 就是弱还是弱了 身板是有点脆 出了BKB就好多了 BKB就灵活太多了 然后他的特点是对于对方后排的那种法师 这个切起来会非常的爽快 那么这个法师的话 现在就是小明跟船了 这两个点怎么去克制这个小愚人 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 双方的游戏比赛已经开始 让我们进入游戏来看一看分路和分人情况 小小海赛王一岁了 一周年新版艾斯不活全面开启 船员进阶 经典船员再度登场 全民恶魔果实时代来临 动漫剧情同步白星公主登场 艾斯不活世界战斗科军产生变化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OPweb.cn 两边打了个招面 路过了一下 差点碰到了 打了个招面 比赛前 直接五人开悟 然后非常强势地冲到了一个VASO的位置 BROX很危险 我觉得要见面了 BROX这样的话 阿姨啊 发敲声C应该 SK戳一下戳到后面两个 但是对面是五个人 太险了 这个样子一条五 阿仁这个位置身边卡住了 然后吃了棵树想要走 阿仁也很危险 阿仁这个 有点悬 阿姨再走了 我们看一下 新手 一分钟都没有到 人头被谁拿到 别说一分钟 一个是430 一个是430 周神拿到了FB 然后430拿到了第二阶 一阶二阶 这个误开的价值连车 价值连车 转翻了 是的 好的 我们本届DS2联赛比赛用机的指定品牌 是AMD 全新AMD至尊A系列的APU 是我们豆塔尔中国的推荐硬件 如果大家现在在7月份 这个7月份 我们的豆塔尔就要攻测了 对 如果你想玩得更加流畅 是的 更加舒坦 那么就推荐你 购置一款新的电脑 当然豆塔尔其实 对于机器的优化是非常不错 你没有这个很好的电脑 并不太会影响你 穿上打小鱼是真不好的 真不好的 而且我们看到小鱼人 这出门选择的 偷属性应该是 偷属性 打近战就是偷属性 很难受的它 是的 大家除了通过我们封印直播 YY9019频道 PPS PVTV 新浪看游戏 以及优酷和土豆的频道 来观看我们本次DS联赛的季后赛之外 还可以登陆到我们DSL联赛的官网 DSL.GAMEFY.CN 同步收看到月峰与GUD的第一视角直播 这是一个成的招数吧 过来骚扰了已经 嗯 好难受啊 实在里这样就 真难受 我还要好看 这实在里上一盘 打得风风火火 这一盘却要委屈 被压了 委屈在塔下 他们好像是发现了 GUD带动节奏的能力比较强 对 但是带崩节奏的能力也还不错 就你不能让这个点被压 一旦被压的话 他这样碌碌无为 他就演给你看 这下路PJ哥的发条对月峰的 呃 PJ哥的飞气对月峰的发条 这样 情况稍微好像比上一场好一点啊 对 但上路前期两个人头送的太伤了 伤惨了 看一下陈和沙王神不神能 能先把下路的月峰给提了 嗯 很容易提 月峰主导弹 回锁发育 哎 拿了个符 非常好 成绩保命中啊 就哪怕前来钢口我也不怕 看似看到了已经 通路嘎乐的补刀非常的稳健 嗯 运平了开始 这船上也不好压了 现在这个船上 是 他有加速了 关系他曾经拿了人头拿得很早 这样的话他 停出来就很快 中路的补刀似乎盖得由于兵线的原因 还是领先一些 接着就是要看Misory了 Misory的这一个点 如何能够保证打出优势 嗯 就看这前十分钟啊 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巴特定在下路 在没有演的情况之下 其实不太好混 因为SK能拉野 他的等级 就能够提升起来 小米这边直接过来把 炸眼反掉了已经 好 这个眼反掉的话 中路的小鱼人似乎还是会有一些 心理上的压力 对 谨慎点了 反补成功 假水 假水用的挺流的 手抬到一半 停下来 做一个假动作 要动小鱼手吗 不太好动 说实话 这次是个真水 但是等级比较低 真真假假 才是假假真真 这小鱼人是主翼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主C的小鱼人打法 主C的话 哪怕你有时候手感不太好 跳不到的时候 你跟着走 走两步就C就行了 主翼的话你这样跳不到 小鱼人输出就非常非常低 而且主C的话 补发域不行 主C的话你补发域不行 补发域很差 C的等级提升 他的CD时间也会缩少 主翼的话补发域太差了 一旦奔盘了 你很尴尬 你干咳咳两波奔了就很尴尬了 补发域了 你11块的话你刷页什么都可以 对 就是我个人比较偏爱于这个家庭 叶峰非常极端 一级的导弹幕都不深 他就是来混蛋 还发现了自己的命运 好 现在配合陈 要开始推进了 第一波的推进 发条生导弹也是这个目的 等你来推进的时候 稍微稍微的延缓一下 这双王怎么当着月份的脸插眼啊 太过分了 插给你看 右边就过来反 有强打 两边都一样的动作都是强打 但是这时候船长赶过来支援 应该是溜了没 船长这边已经到达了6级 看他这个水怎么样 一个隐身的船长 这是谁都不知道的 他想要过来放大招 似乎塔会先被 先被磨掉 大招过来 水到了沉 沉直接被秒掉 SK抽到两个 但是好像输出有点不够了 是是是 拉回来SK很危险 船长在磕瓶子又想水一下 SK躲一下 但是还是要死 估计他没斜 他没斜 而且现在也没拦 耶耶耶耶耶耶 小鱼院来了 可以 小鱼院这波是来收割的 是的 接着这里滴一下 水一下 水起来 飞机危险 小鱼院的收割节奏应该是 这样的话 小鱼院没来 他主C多好啊 主C死光了 我感觉对面 是的 C毕竟是一个AOE AOE啊 他主1的话只能 小方也敢看 其实E的这个等级提高 他只提升伤害 还有减少CD 对 而主C呢 这个还减少自己的魔耗 也减少CD 这两个加点是各有千秋 开大招过去拿了一个加速符 要不就CE互相点两集也可以 不能说只点E不点C的 对 个人风格问题吧 其实个人 各种加点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提出我们自己作为解说的意见 观点 对 大家学不学大家自己事情 对 每个人理解 对游戏的理解不同 英雄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是 我们也 也不是说我们的加点就一定好 只是 只是个人个人理解方面 深度埋伏一波 两个机友 这个是 各种是 但是他们深度埋伏的是不是远了一点啊 隔着一条银河呢 你们又不是牛郎之女 他们 这场话我觉得不好 你把船长 他们谁去中路补了 拉比克去中路补了 发条去中路补了 发条去中路补了 发条去中路补了是吧 发条去中路补了是吧 很难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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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呢 好 对了 DS加上 小鱼人倒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 很套路 是 很套路 但是感觉打职业比赛的话就不太好用了 打路人就发现没人买 买真眼买粉的时候 是 而且打小鱼人粉粉没用 要真眼 他是可以破解粉 黑暗契约解粉 第一凉剂 小鱼人在这个位置看到显形了就知道 对面的话是 有眼 有眼 小鱼人也是一个盘眼机器 可以这么认为 现在很没见干不起来现在 干不起来就发育 现在小鱼人其实你看 他如果那时候主机的把中路浪 让给那个 上网补一下什么都很好 可以去打打野关 因为现在这个场面这个节奏 已经是干不起来的 是 这节奏一看就干不起来了 就开始拖了 拖节奏的话 你们这边有飞机有小鱼人 其实是不怕的 水人和船长未必打了过飞机加小鱼人 就是同等装备的情况之下 同等装备 看飞机要好 飞机要好 飞机的英雄很怪 他装备如果没有 不是很硬的情况下 他很怕这两个英雄 但是他一旦过渡了就是 出了撒弹加上蝴蝶 他就硬了 对 他就不是特别虚了已经 他完全可以跟你刚热面了 但是他没有这两个猪猪猪猪出来之间 他真的是被冲就死 被冲就死 哪怕出BKB也没用 就像我们说 敌法这个英雄出狂战厉不厉害 厉害 但是你要是20分钟出狂战 跟你12分钟出狂战 那是两回事 两回事 因为你20分钟出狂战 意味着你后面装备要满 而且别人装备很好 但你12分钟出狂战 说明那时候 别人肯定是没什么装备的 是 你很容易就不装 如果同样的情况 就是在20分钟的时候 敌法师的狂战跟别的英雄的这种大剑 同样出来的话 但是等级越来越高 敌法师的这个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 反而是 硬特的竞技是领先的 现在 现在 小渊这个点一直赖先赖的不错 然后DS打野也打得不错 还有陈 陈也在发育 反而IG的酱油都是在沙游 独狗基本上全场下游 要开雾了 IG觉得这个节奏不太好 是要开波雾吗 好像没有 好像还是准备等发条的大招来先手 但这被看见了 已经没看见 不开雾是不照不到人的 现在 小渊人隐身符已经动了起来 难道要 下来一波吗 小渊人要出BKB BKB 还是第一弹进的BKB 问题不大 这是它最核心的装备 对 后面的话有了BKB 后面装备都能起来 是 你没BKB你团战一直死 小渊人吃了隐身的话 这个走路速度有点快的 有点嚣张了吧 哎 开雾了 这波雾正好 不然过去险形的话就发现了 可惜没有险形 开雾想要抓直升机 直升机在对方的塔被迅速的推掉之后 我个人现在比较推荐的第一个装备 还是可以去出个支配 然后去拉一步 不然的话你没有的 没有的地方去打钱了 好 都要发现 这波可能要遭遇 这波是一个大战 肯定遭遇了 这边身上的针眼 在最后排着岳峰身上 针眼没有插下来 小渊人就无敌了 还好船长被关了一下 但是船长可能还要死 船长大招放出来 大招打了出来 是的 这波酱油怎么办呀 酱油都将成为小渊人的肉 SK没有回头去插这个船 船TP走了 但是这边它是打水人了 在水人这边是包了一个飞机 SK想要戳两个 只戳到了一个 岳峰被拉住 岳峰死了 可以摇一大 听他摇声 水人继续往前拨 但是有小渊人的情况之下 应该能走吧 这个位置我觉得他走不掉 小渊人 还有加速啊 走不了走不掉 肯定走不掉 关一下也是死 SK有没有蓝 没蓝了 SK没蓝 小渊人又蓝 C一下 还是死了 这小渊人现在是无法阻挡 基本上 无法阻挡这个小渊人 十几 看他嘎得很兴奋的 看他如果能够给他一点team radio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会更激情 可信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你感受到激情 感受到感受到 就叫那个著名解说 脱避忘 哇哇哇哇 听不懂他说什么 就是感觉他特别激情 把你也带得乐学沸腾 中文的特点是博大精深 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 英文要用20个单词来表达的内容 所以我立志要做一个激情的解说 是吧 那你一定不能用成语 对 一定不能像你这样思思文文的 我感觉任重而道远 嗯 我觉得其实巴老板 要想激情起来的话 也很简单 第一点觉要睡够啊 觉要睡够 你意思是我晚上不睡觉吗 精神要养好 精神要养好 老师说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昨天晚上 我肯定是早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好像没见你在赛 昨天晚上我在 我在打DOTA的 今天晚上你应该可以看到我 看到早上九九点 是吧 然后我看NBA 看NBA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巴老板的生活 我最近有NBA季后赛要看嘛 得熬夜 总决赛已经到了第七一场了 对的 Go Home局 也是Go Home局 也是Go Home局 老师说你支持哪边 我 我比较支持 其实我是个尾球迷了 你是个尾球迷 谁打的好看 谁赢你支持谁 我不管谁赢 这好看就行了 对吧 我就你们打的好看就行了 是吧 我不管你们谁赢 对对对对 其实其实不是这种 某个球队的忠实球迷的话 反正我们两边进球都高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你看一场比赛 总归有人打得好 有人对 你总归能开心 这样的话这盘的话是我们国调比赛 这盘小鱼应该比赛比会很快 嗯 看就看 小鱼人在发挥了 是 船长那次量那个浪经济浪伤了 浪经浪伤了 浪经浪伤了 就是他动得太早 但是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 效果 而且把现在他是 我就应该我相信应该是队友叫他浪的 嗯 因为430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偏刷的选手 他不是喜欢主动去戴 反正是岳峰喜欢主动戴 是 但是岳峰需要补 因为他下路实在是站不住了 是 先打三头狼 船长也很笨 现在关键这两个酱油看到小鱼人都要哭啊 基本上都是提款机啊 而且这个服一直被小鱼人 而且还是隐身服 而且就算你哪边两边打不起来 硬特这边是完全不虚的 成也在打野 然后那边DS也在发育 全在有干事啊 反而爱基的酱油 关键他们爱基酱油还打不了野 嗯 独狗加上独狗能打打 但是那个 大米克基本打不了 哎插一起来小鱼人 直接跳投 好的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瞬间给了一个C 然后解掉了这个水的效果 对 插是解不掉的 是的 传统插是没法解 周神在肥 现在队友不肥的话也没什么用啊 哎 让你一下 更何方 周神现在还没有对面的小鱼人肥 小鱼人在800块钱就BKB了 BKB了 但这波肯定要守应他 这波很关键 这波再让应他打赢的话 隐身符 隐身符在身上 但是有阵眼 但是跳到 拉住了小鱼 小鱼这个时候虽然定了小鱼人 但自己走不掉 传统开炸 可以走 可以走 PJ哥的这个大招 放的实在是有点慢 哎 哎呀 小鱼还在浪 这样的话是 酱油换了主力 哎 IG战队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赚的 是的 小鱼人死了 SK在后排 也是杀死了 越野风 这船 小鱼应该不敢拨吧 小鱼买活了 小鱼买活这一次 是不是要撤 船很危险 船这个位置直接被带走 还有还有打吗 这波战战的话 这波嘎子的经济会伤啊 是的 嘎子的经济比较的伤 虽然杀了一个船 如果对于整体的局势来说 推到一个塔 推不掉 就转 这个塔 推不掉这个塔的话就伤 这个塔 血有点多 这波的话 让周神的经济是 瑞薇的领先了已经 对 因为周神收人头嘛 是 而且又拿加速服 就把周神节奏好了 其实买活往往是一个 经济和经验再分配的过程 就是说我死 然后我的酱油 可以得到对方大哥的经验 就是说你通常买活的那个人 就等于是去反补自己的团队 有点双刃剑吧 反补 就是那个买活 对 你像刚才小云先死 然后你杀到对方后排的人的话 你的酱油的经验和等级会上去 然后往往来说的话 你的酱油等级如果实在不高的话 你两个人去干可一个人 你跟那个人互换 然后你的酱油吃到那个人的经验 你的酱油就起来了 有的时候经常是酱油一波升个两三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小云还要1200块才BKB 这就有点遥远了 是的 本来都看到希望了 他至少还要刷这个酱油兵刷六波 有点太冲动了一下子卖活 是的 飞机在干嘛 独身杂数 中路可能要 但是有眼看到了已经 刚才那一波飞机有比较大的问题 哎这边直接看到SK 做生你也太凶了吧 做生是加速服 所以来浪一下 没有队友在你后面 浪一下浪一下 队友跟不上你的飞快乐节奏 哎哥们们 哎两下呀 哎两下呀兄弟 430情意在哪里 是不是说430 430说哎跟着你就跟着你吧 跟我没关 是确实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作为一个近战的话 想要哎这个导弹可能也比较难 对 月份奔盘装备 就是两户玩罚点 进场跟他两步 是的 玩罚 玩发销车特别多 护腕这个东西呢 有强迫症的人千万不要出 所谓的护腕是吧 你有两只手 总归是两只手都要一边带一个 好 走生BKB了 刚刚好好 对面梅肯一开 中路这个不好推吧 不好推 真的难推 这个你就直接想上来推的话 还难度还比较大 他们可能只是耗一下这个血量 周生BKB 然后小鱼BKB有了没 这样的话两个关键点人物都有BKB的话 这样团战就要看双方怎么打 是小鱼现在还差500块钱 再等小鱼的500 周生BKB也是已经出来了 好的 因为周生率先BKB了 所以说周生先推 那这波的话 守得了吗 小鱼人 嘎的这波再死就黑了 这波 好像有点难推 我觉得两边都不太敢打 不敢打 诶 飞机BKB了 不知不觉 是的 不知不觉 飞机有点肥啊 这一盘 飞机似乎比小鱼人还肥啊 关键现在是船上经济被拖了 船上经济很差 是 BKB基本上属于 大家不打赢 看不到希望那种 而船上经济也被拖 他引到快了 还行啊 都还行 BKB的小鱼 小鱼BKB之后 他们肯定要强行的发动一波 开悟的进攻 但是对面是率先开悟了 对 好像能看到小鱼了 嘎的这边 难道BKB那一波 只要被人家斩了吗 这个BKB还差五秒钟 五秒钟 没人看到他 哎呀悬呐 直接走掉 用C解掉自己身上的古咒 还好嘎的有经验 不然是一波 再塔下待一待就直接没了 是的 这个塔应该是 哎 右手 开个塔房 还好刚才小鱼 没有注意到 哎 这不能吃发料 吃这个发料走远了 是的 吃拉比克是对的 拉过来 诶 毒口关了一下 实际的时候 现在没有生大招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小鱼BKB来了 这一波430先被拉住 是的 然后飞机也是BKB 然后这个大招 430直接被交代 然后这边 凶神是完全不敢 哎 没有拨下去 大问题 还好 换了一下位置 这个C放的好 是的 发小是那个跳不过的 这个C 呃 这BRAX的加点 有点问题吧 实际的时候 他没有大招的 刚才这一波 如果BRAX有大招的话 IG是完全打不过 那波也不敢先手啊 嗯 嗯 总在说还是 两边都不见不亏 差不多 打了一个军事 半清八两 BKB也都 该用的都用掉了 哎 你看这个 二人直升机 那你早点出支配 他这个时候才出 现在我感觉啊 现在这个 雪人要单挑 小鱼轮夹 那个飞机有点难度了 有点难度了 很有难度 是的 刚才那个平台上 就看出来了 反正 两边都有BKB了 都不可能抓死了 现在对面这个阵容 刚才那一场的话 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大家拉开正式来 来单挑 是吧 你都是蝙蝠先秒掉一个 然后逼你打团战 让我以少 以多打少 430引刀 该有的还是有 后面 补补BKB 我觉得还是不要补BKB了 我觉得430这个时候补BKB 意义不大了 对 要补输出了 完全是补输出了 你们这边团战最弱的一点 就是输出不够 没什么输出 水人还要刷 他要再刷两大剑才有输出 是 现在从整体的轮技能方面 打团战的轮技能肯定 IG这边是不占优的 关键他脏油太崩了 你看他脏油 崩得太厉害 两个脏油标配 都是一模一样的装备 连密法 关键是拉比克没密法鞋 就对拉比克来说很伤 他的钢琴手就不能发挥了 左脱一个又脱一个 蓝不够用了 你脱两个技能放两个就没了 对 你要光魔棒 诶 这让430带来个塔 这也太幸福了吧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双倍升幅 小鱼人带队 甚至小鱼是最满级是14级 全技能 下个装备的话 有很多种的选择 还有五顿小鱼 周波野区如果遭遇的话 IG是不占便宜的现在 太拖了 毕竟是对面双BKB 两大哥都有BKB 而船长什么时候能过来 感觉他们好像这一波 是不太敢打的 不太敢打了已经 不敢打了 飞机完全不许你船长 他有BKB一点都不许 是 约约峰还要补好久啊 约峰的等级太低 所以导致他的输出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说他是怕也没什么带阶队 上路 没了放了 这边放弃 应该是放掉了吧 这个换 能换掉吗 能换掉吗 应该 在逆风当中 找到个寻求平衡的节奏 诶 错了 430为什么 下路为什么没人对了 飞机 飞机为什么走了 我挺奇怪 他怕 他有BKB完全不去对面见龙 求他们干哪 这个看了有点枯燥 我相信这个深夜档的时候 大家要看到的是激情 嗯 双方现在是智力上的博弈 博弈的这种 这种死 诶 诶 这边试试想打肉杉吗 这波还 这波还 这波放肉杉是最 INT这边真有个坏习惯 不 诶 开雾了 来得及 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 输出不够 试一谈是 终于是醒悟了 醒悟了 不能再放肉杉了 关键是他们看到了 对面是去打远古野了 对 看到对面打远古野的时候 选择过来偷肉杉 然后发现你这个远古野不打了 那我就知道你来了 真眼看到了已经 是的 这肉杉是打了将近快一半的血 这个肉杉肯定不能放啊 这你是优势啊 你现在是 不是逆风啊 怎么这楼上怎么放 我全是 雪凝进来了 好 430果然还是补了输出桩 但是两边现在都博弈啊 下部团非常非常关键 下部团一输的话 就代表肉杉就归水了 这个肉杉水都是非常少 都有机会吧 这么说 随着进的放得更好 是 但相当而言的话 只要冰线空的好 尤其有水源的情况之下 这个上路的冰线 我只要让我自己去带 然后中路放一个幻象 就回一回来了 这小骷髅沉了 顶天立地在那边 很萌啊 这个小骷髅 站在那个大肉杉面前 就像一个 两边都在肉杉那里 开作文章了 是 我觉得这肉杉那战迟早要发生 不然他们没有提起店 可以打起来了 谁都不推 是啊就是拖啊 太拖 小元2700 他还不买的话 应该是要准备出蝴蝶了 蝴蝶或者晕锤都可以 晕锤 输出速度有点不足 蝴蝶有点难憋 蝴蝶也是难憋 这边 沙窩为什么还没跳呢 沙窩有跳就好打很多了 杀王的跳啊 看不到希望了 5号位沙窩吗 4 5号位吧 希望迷茫 希望也得秒茫 这个经济也是最后一个 13-0这个线带的非常美 4-13是一高人胆大 你线上稍微露个头 我就出现去待线 你不露头 我马上猥琐 反正我也引到 你想抓我也不是特别容易 在6.5 7-8版本当中 就是那个雾 粉 如果撒到了隐身单位的话 这个单位会减少10%的移动速度 巴拉半刚刚想说什么 我刚刚在听你说那个 这个我都不知道 粉会减隐身单位的速度吗 是的 这个是粉的那个新的特效 碰到了碰到了 碰到了这边 但是没看到 为什么不拿小明洞到 还不敢动 还不敢动啊 人都在旁边 布局就这个 志愿过来很快啊 果然小圆这边 这时候巴拉半所说 是出了一个晕锤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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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隐身的 后面还有锤 SK 直接戳下来大招 肯定走开了 不说了 果然是晕锤 起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作用 撤了撤了 他们觉得后面有人 没有秒掉 BKBTP了 拍了个BKB 是 张瓦把做成BKB片一波一波 伤害没有放大吧 没有放大 没有放大 放大也没有 人家BKB 他其实刚才那个时候 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先原地摇 原地摇完大之后戳出去 那个伤害就已经足够了 那个伤害就够了 他没有 这是一个细节的问题 他处理的不好 刚才是有机会可以杀掉的 这波要杜拉比克 好了 完了 拉比克死了 拉比克这个位置 Boss可能要没 直接选择推吗 我觉得可以打Boss 有存在无伤啊 是的 打Boss会比推要更好一点 Boss拿掉的话 基本上你小于人 可以想出什么就出什么 是 但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二塔对于 对方来说 也是比较重要 说实话 周神现在是没BKB的 怎么那么浪 打到了 因为他们后面 有暗一恶魔 所以他赶浪 他没BKB 还是打Boss 早点打没了 这个时候打Boss的话 就来不及了 不会打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要恢复状态才行 你状态是不满的话 对面就打Boss了 现在一定要先去把状态补不满 状态不满的情况之下的话 是不能动的 周神马上就有输出了 他快冰眼了 哎 直升机 我推荐你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装备出出来 你想出什么都行 把装备先出出来 他不会直接撒弹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二的 吸不回来 一定要补一个装备在撒弹 一定要有个补输装 如果他直接出撒弹的话 等于就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半漏半输出 我觉得不是一个 全输出的飞机了 是的 他就是为小鱼人创造输出环境 这样的话 这个小鱼人 反而的输出比他更高 更关键 小鱼人意思 我感觉就黑了 不过这边 RN直升机 似乎是买了装备了 沙王这把跳刀 什么时候有啊 还是要出蝴蝶 沙王的这把跳刀 有点难想 下一波团战如果赢的话就有了 他可以去刷点钱 呆呆线什么的 大大可以适当地把经济浪给 上完一点 他这把跳比什么都 什么都关键 我觉得 但是他就不能这样跟着别人对线 他不能去跟别人对线 他要 他只能收线 快了 周晨 马上就 这波兵线过来还不就有了吗 是 小鱼人在干嘛呀 周晨 这一次又是要出 又是要出冰眼吗 冰眼冰眼 英特太虚了吧 我觉得英特 这边小鱼人可以带深线的 完全不怕对面的阵容 没有一个断BKB的 发条 除了发条 勾 对发条的话 只有那个勾可以断 你可以等发条先手之后 然后开了BKB走 有了 上完应该有了 这波打完就有了 他一级的识度 爽 我终于完完整整的 全场搜则 有个问题 这边杀王 杀王 1437不太会打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位置会不会爆发战斗 这Boss打不了的呀 IG不要止于这个Boss 是 他们现在的输出 打Boss慢 想偷也不好偷 对 1437的这个加点 他是肯定没有研究过 新版本的杀王的 新版本杀王是一级的 就行了 对一级的那个叫做沙尘暴 就已经有以前4级的效果了 我觉得他可以加量 适当的加量已经黄点 要么就把那个试图点高 因为试图的话 代线太强了 是 你4级R 关键是4级R 你代线也厉害 但是你收不到兵有时候 倒霉的时候就收不到兵 这是很伤的 这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应该是不太晚 所以不然的话 这个细节不太 不太会忘记 你看现在所有的比赛当中的SK 全部都是一级的R 就是因为一级的R的话 只有1.5秒的退出隐身时间 一样和以前4级是一样的 是 以前的话是随着等级的提高 他的退出隐身时间 才比较的短 产生也是两边章油 明显这边章油发育起来更吃力 是的 那边无伤打野 这边产生还要亨特软 还要走位 SK什么的 SK终于是拿到了自己的跳刀 选择TP到中路 跟自己的队友要一起了 终于是有要一起的倾向了 是不是 小鱼又让身衣了 小鱼根本没有想过去杀你 就杀了怕他就撒粉了 杀杀你 最好最好 如果跳到你 应该还能骗个TP过来 是 最好把你船也骗掉 小鱼不在 不开悟 小鱼不在大哥 你们输出点不在 埋伏谁 阿比克 传神 传神走远了 这个是直接是 照你代线 要打Boss 我说实话 你用这么多技能去杀一个 阿比克 我跟人们不是特别赚 SK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IG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去打 柔闪最好的实际之一了 SK他刚才 他拦用王了 哎呀 恢复服 SK吃了个恢复是吧 圣龙活虎 圣龙活虎 刚才 SK是把自己所有的技能 全部用光杀了一个拉比克 然后又吃了个恢复 于是乎 硬着这边 哎 跳到了吗 好了 这一次跳到了 孙大林走远了 但是还很高 传了一下 这个似乎 还是要是被晕了 是个真 还是要死啊 小明救一下 第一下就死了 死是肯定死 然后后面的人不也死光了吗 哎 这波很伤啊 这波伤伤了 然后这边 框出两个不错 SK肯定要死 在这边越凤也很危险 都危险 跳的位置 有了问题 卡住自己了 刚才这波完美输出的节奏 竟然被他自己卡住了 是的 他的调整位置 哦 出来 撕起来 慢点吧 周神 周神 后面是一条直线 打出了个被动晕 周神 走不掉了 哎 这一波伤透了 是的 430这一次被抓 很有可能是一个翻盘的转折点 前面我们还觉得 IG战队 有点凶 情况比较的乐观了 他其实已经挺理想的 本来刚才是完美输出节奏 结果他自己跳歪了 你看他脸 他跳在一个 他没跳到就出场了 他卡在一个死角 导致他没输出 本来这个SSK可能真不死 他有8秒钟的时间 没有输出 430想要反补 但是没有成功 也算是胆大 哦 小鱼人 这边是选择出了一个深渊之刃 已经有了 好 现在老年NT战队 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和优势了 是的 经济领先1万 经验领先1万5 小鱼人 前向数据也非常亮啊 这个小鱼人再打到后面 再出把蝴蝶什么的 就真的是 水人都打不过了 小鱼人后期很刚门很刚门的 关键是你 IG战队现在是没有输出点的这个阵容 有 现在水人有了 水人现在是出冰眼 冰眼这个装备输出很有限 中庸 但是生存能力啊 什么年龄能力都强 是 就是很中庸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的输出 这里是154加上33的输出 就是说180多点攻击力 开悟了吗这波 没开悟 没开悟 小鱼人是将近280的攻击力 这两边的差距还是有点小鱼人 这个盾是最最为关键的 现在这个盾 他现在要再出一个蝴蝶 才有输出 他有蝴蝶出了蝴蝶 他输出太恐怖了 就已经 他攻速都起来了 现在他攻击是高了 但他攻速还是偏慢 你说小鱼人是吧 我说的是周神 周神如果现在出一个蝴蝶的话 他就是有输出的 凶猛了 那么现在就是在等他的下一个装备 因为小鱼人下一个装备 应该是不会选择去出一个金箍棒的 你看爱基的酱油 酱油的前产实在是太少了 但最后两回 差了1500 15002600 差了其他两个酱油都差了一倍 一倍多 小明是差了三倍 差酱油 对 就是可能是这场的一个败比 真的是 战友太穷也不行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 爱之战队的四五号位 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对 但是这场比赛 为什么会被打爆了呢 因为他们拿了个赌鲁加拉比克 赌鲁加拉比克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是 通常原来是二者则齐 就拿丽娜 直接拿丽娜 丽娜你看多克小于人 是 他拿拉比克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就是这是一个 特别中庸 完全没特见的一个人 不是 因为我以前打仗油打的多 我知道 仗油和仗油 两个仗油一定要有配合 如果没配合的话 这两个仗油都很难自己就有节奏 是的 因为你杀不到任何一个人 杀不到人就代表你没节奏 他们打也打不了 不像那个陈 反正我没节奏就没节奏 我觉得野区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怪无伤就行了 比赛似乎又进入僵局了 僵局是贵僵局 但是IG慌了现在 嗯 IG现在刷钱很小心翼翼 仗油基本上是打不到钱了 反正那边野区这边随便随便 像我没变过啊 一千多三千多 一直是这样子的 随意发育 基本是随意发育 打你两次 怎么只能现在又靠水人代线牵制一下 对 像430这个大炮也是看不到希望现在 430千万不能顶在前面 430被表就完了 对 他是一个复输出的点 周成是主输出的点 但周成基本上会被打一套之后就会转血 是 输出就会少 基本上都这样水人 因为他现在是逆粉不是顺粉 顺粉是你水人不用转血 拉比克要小心啊 传神不要再贪钱了 现在需要蝴蝶再加上一个支配 才能够跟对面 硬刚一感 但是这个对周成的要求有点高 很久没看飞机 我感觉飞机又更新什么大剑了 是的 飞机现在的经济是全场最高 所以他的装备应该是全场最好的 太肥了吧 蝴蝶马上撒蛋了 我就是一会儿时间没看 是的 飞机是现在全场最肥 这波埃机有没有发现打盾 没发现就走远了 如果再带一个盾的话 应该是可以达到直接上高地的节奏 飞机就无敌了 找到了 发热机师放了一个导弹之后看到 水人能不能来 似乎要赶过来的意思 似乎要赶过来的意思 这波好像 水人直接过来要抢盾 发条给视野 水人进去 想抢盾 但是被一个大晕锤 对 完了 水人拿到了盾 拿到了盾吗 是的 水人拿到了盾 开始跟PJ哥对钢 后排都完了 可惜后排全完了 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拿到了这个盾之后逃走 还可以还可以 这波还可以可以接受 盾拿到了可以接受 你确定可以接受吗 我怎么觉得这边是直接要上高地了 那怎么办 盾给别人不是等死了吗 已经 你说就是 这个输肯定是输 比起这样的结果来说 拿到盾是好的 对 周神 周神也都板下来了 自己懂得啊 他现在只能拼命地更新装备 但他更新装备速度 有点打不过小鱼和飞机啊 是 飞机已经撒蛋了 现在这个情况 速度撒蛋 关键是他跟飞机对钢的过程当中 飞机是有护叠 他是没护叠 感觉好像打不动那个飞机 是打不动这个飞机的 然后你想跟小鱼人对点的话 小鱼人有晕锤 水人也点不过他 关键是这个 这波小鱼人也飞了 中这个盾倒无所谓 飞机撒蛋 好了 不退了 可以了 水人要出什么 双刀还是分身符 这个要出分身符 还是比较中用的输出 应该直接蝴蝶 他这个点有问题 他刚才是觉得 对方一定要强上了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这个装备 买出来 不然的话 他起不到作用 所以他先买了一个 要出分身符 只能说 IG还有点 还有点渺茫的机会吧 现在 因为毕竟周神这个盾给抢到了 还是 没这个盾 飞机直接撒蛋蝴蝶底前面 是的 你怎么办呢 怎么玩 现在是 你秒了飞机 还有点一线生机 但这个飞机 谁能秒呢 没有强控啊 撒蛋 对面BKB加撒蛋 飞机是不可能秒的掉的 没有强控 只能开户看看 有没有抓失误了 是 来了 周神要么是出 出蝴蝶 要么是出金箍棒 这两个是 目前来说打硬仗的道具 他出分身符的话 唯一的仪式带线 想通过代线来寻找到一线生机 小鱼人 但是我刚刚说完 小鱼人不是很怕BKB 是 不是很害怕你们对面 这位小鱼人肯定要被抓 他起来 但是他有BKB 换一下 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拉起来 开了BKB 给了个大招 死了死了 好的 这边 GUD是被抓 还送了一个宝石 和五人之力杀了一个GUD GUD现在能不能买活 3300是有足够的买活的钱 但是IG肯定 他选不选择去买活 他肯定要逼你买活 IG肯定要逼你买活 我觉得一个老道的战队 你是一分钟的复活时间 而且学人还有盾 一分钟复活时间的话 他现在要直接把你二塔推掉之后 推高地了 你买不买 我到你二塔了 这波 硬仗的分人有点乱 不好 这样对他们说不是很好 网住了小鸣 这个塔应该被周深再拿掉了 看看SK SK的位置 SK跳大 但是这个跳大 好像我怎么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 走了 不用买 是的 海嘴 海嘴 陈海嘴水人 还稍微的赚了一点这一波 不过这个塔没有破掉 是 酱油还是一路既往的穷 然后这个买活也没有需要 他这边主要是把酱油给逼走了 这波Goddess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 不然他马上就蝴蝶了 好 分身斧了 周深也不出那个 哎 冰甲了 谁 那个叫 叠死 冰甲了 我们看看陈吧 陈的装备 我感觉赵有几个点都有点忽略了 陈的装备还是不错的 对 杀王基本上可以了 就装备 推推梅肯的陈 然后再加上一个 跳刀秘法的杀王 哎呦 两千七 杀王差距太大了 杀王再出个BKB就真的不好玩了 会出个滤杖自保一下 虽然越野风的经济都比他们差了 比两个杀优 你发现没 对的 越野风已经 倒数第三 这个残淡的成绩 映基现在不会找他们打的 肯定等埃及那个盾销了 埃及现在也不能主动 就非常被动 是的 没办法 只能等盾销了 然后映基就会来攻你 你就难受了 埃及现在比较好 就是谈谈基线真群能打个买核 然后几个教育真群能把买核先打出来 是 看他们钱有点慌啊 打不出来了 小润选择出了一个极限法球 极限法球 小润的极限法球是吧 他肯定要做分身符 或者是冰眼 也是选棋 哎 哎 有伤亡啊 这边周神要稍微小心 还大云锤 撕起来 这边再往回 追 应该是能追得上这个周神 有没有人TP 大哥这个不救的话是不行的 不救的话要死两次的 完了完了大云大云锤 完了 依旧是啊 有人TP吗 有人TP都TP上来 死一次 这边是直接撤退 打掉个盾 基本上就 要打了 可以了 怎么感觉好像 好像会打起来 发条 发条 勾错方向 怎么勾了背后的人啊 这边周神切入 正好在和小润人最高 是的 430这个位置 大招虽然放得出来 但是还是非常危险 对 周神在切 切不死 这一个兵甲 加上BKB的BRAX 想逃走 可以走可以走 SK有蓝 抽一下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哇 周神命锤一线 但是发现 这边 发条 又是被小润 刚才 岳峰出现了一个致命失误 他勾了 他在往前追的时候 他回头勾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那就黑了 没有勾到好的胶油啊 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这么致命的一个失误啊 感觉IG这盘有点凶多吉少了 胶油差距太大了 是的 是的 这一次死两个 刚才SK也没死 SK你看他钱 估计四千多块了吧 是的 好 三千多块了 已经 所以我直接430比你跟买活又撤了 好 非常稳健 因为我知道 这是一个 这个比赛叫什么 生死战嘛 狗空母战嘛 所以说他们肯定稳 然后后面再打打一boss 你真是没脾气 SK应该是要 应该是要选择去出 BKB了 你真是一个 这样的话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现在 是 很难 刚才有 刚才那个抢队本来这个 有点机会的 还抓了一个嘎的 我觉得还稍微有点机会 现在有点难了 关键是飞机是越来越肥 经济差距两万一 两万一的经济差距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刚才那一波 比较关键团战的回放 对 过来的时候 看岳峰 岳峰 岳峰直接C了一下 他勾了队友 C了一下自己 陆陆无为 然后后面的船长 关键是被直接切掉 又是直接被切掉了 原本他的想法 应该是岳峰到前面 留住对方 船长的大招 可以大到对方所有的人 但是发现 事与愿违 关键是周神 现在切后排切不动 这是最大一个问题 切水都不好切 除了切那个陈 除了陈 陈后面出了绿杖 他连陈都切不动了 陈现在真的已经可以出绿杖了 陈现在有推推 有大招 他切水呢 一个carry 你总要冲进去 先把人切掉吧 是 他能切水 他小于是对A不过 然后那个飞机别说了 跟你刚正面完全不许 有蝴蝶 你现在连进攻棒都没有 这是一个最大问题 他这个装备出的是 周神这装备出的 稍微有点中庸 是 不像输出 不像输出 我觉得吧 你现在既然有这么多 帮你创造输出环境的人 应该出了 更加猛的 凶猛的输出装 应该出了 更加凶猛的状态 蝴蝶 那种蓄灵刀 我觉得蓄灵刀还是要的 因为现在BKB只有4秒 你蓄灵刀的话 瞬间可以秒掉一个人 非常像小于是这种 你突然给他蓄灵刀 一套 他直接死了 而且 对方 飞机在出到了 这个蝴蝶的时候 你的进攻棒 还没有到手 反而是飞机 现在应该要 又更新装备 就只有选这个蓄灵刀能满足了 不然其他英雄都有点难 因为他飞机下弹 你要在他没有BKB之后 一套直接秒掉他 不让他顶 关键蓄灵刀还不能让他输出 这最关键的 好 现在肉身还有两分钟复活 刷吧 反正这样怎么刷都刷不起 反正都已经刷了45分钟了 也不怕这点时间 陈也做了没看了 陈是做了一个祭品 说错了 祭品 对 周深 你这上面在出什么呀 蝴蝶 他这个装备应该是蝴蝶了 下面 他只能出蝴蝶了 他本来出了蝴蝶之后 下一个装备可以选择出一个金箍棒 那他出了一个分身斧的话 下一个装备就只能是出蝴蝶 对 但是你出了蝴蝶的话 对方打你还是疼啊 这飞机已经金箍棒了 飞机基本上已经无敌 可以说 关键还有一个小鱼 你小鱼不打也不行 这是英雄最大一个优势 对 也就是这个小鱼 你换成其他的英雄 我们看看小鱼装备吧 更新装备了 有了钱买活 有钱买活 他觉得他已经不用更新了 现在 关键水人代线不是安全的 现在有三王的跳刀 还加少一个大云 你代线不安全 对 PJ哥 PJ哥现在把这一波兵清掉 只要两秒钟 然后周神要十秒钟 而且他又不敢用波 对 还不敢用波 他不敢用波 于是乎周神这个位置 好像有点悬 就靠周神 他现在是必须往前带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自己的团队 来了 周神看见周神这波PKP 哦 钻个死角TP 应该 但是一进去 哦 可漂亮 这波周神要危险了 必须走海 死了 他这样带是没有问题的 带线牵制对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带线把自己带死了 就有问题了 对 他其实那个波已经很漂亮 但是那嘎的那个 有大运圈的情况之下 你BKP回程根本没用 现在INT肯定要推 逼你买活怎么说 你买不买 周神肯定能买 他们知道周神肯定能买 对 就全场就周神一个人在刷钱 就逼你买活了 然后他们又撤了 或者打个BOSS都行 现在BOSS应该刷了吧 BOSS应该刷了 好 打BOSS你买不买 不买BOSS就没 就很难受现在 买了他撤不给你打了 然后你水灵装备又没了 是 就怎么打 现在优势 优势局就这么打 利用BOSS什么做文章 基本上步步为营 不让你有机会 飞机无双了 而且现在6.78版本当中 这个买活cd是6分钟 不买吗 不买的话 后面还是打不过 看看SK SK什么装备了 我感觉SK有更新 4600还不更新 兄弟 4600还不更新 憋着呗 呵呵 谁拿盾 飞机拿盾吗 好 飞机拿盾 那飞机就看着飞机说 哎呦 小鱼轮也冰眼了 我的妈呀 成了这个 我的面啊 我已经上高了 飞机要顶着 顶着塔在A了 不掉血 周晨这个点 肯定是不想买了 已经 是吧 我们听一下 赶紧安记的Team Radio 大哥们讲话呀 大哥们什么都没说 大哥们什么都没说 我发现飞机一条面 互相眼神交流一下 哦 哦 有说话了 上网发现 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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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这个位置被戳起来 哎 哎 准备反打一波 哎 哎 飞机这个点好像有点扛不住了 飞机开了高速火爆之后 全面切 快快快快快 咱们给你 咱们给你 我们准备要撤一下 八场百活 英特打团真是差 如此巨优 都打成这样 哈哈哈 我也没干走 哈哈哈 关键 DX还放了大 然后 什么事都做了 我就不知道他们 一脸成绩 我就一脸一头猫 这个他们这台是怎么打的 打成这样 这样一个大优 是PJ哥还没有上高地的时候 然后自己已经一条命没了 这有点莫名其妙啊 能演 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想顺顿 就是 其实开车不能顺顿 因为你三秒 早上的三秒之后 能发生很多故事 是的 周神还是虚拟道 对 虚拟道是对的 虚拟道才有机会 秒飞机 我觉得周神这个时候 哎 这飞 SK也是个演员 你看 他估计他没有买装备 他刚才是 买了买了买了 他是不是有毛费 他刚才三千 四千万 对 四千万就能把PK运用过来 对不买 然后 就死了买了 我要买装备了 我死了 我发现 我的一个装备机 承受不住你们的伤害了 我要买第二个装备 不懂 他刚才可能是 看了一眼自己的金钱 发现是四六什么 哎 哦 周神好险啊 周神这里 真的是吓出一声的 探完心跳了 这波你再死了 这波就击了 刚才这个位置是 是不太可能会死的一个位置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死了的话 飞机六神装 五神装现在 还有个宝石不算 宝石战略性神装 战略性神装 头晕啊 买装备吧 不要再买活了 其实打不会就没用了 证明黑了就黑了 我觉得你这个买活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对啊 他去了去了去了 这个时候能买装备的只有他了 徐灵刀到手 徐灵刀到手 似乎这一排已经进行了50分钟 就是因为安提刚刚那波 看不懂 那波才真的没看懂 我是没看懂 那波才怎么打 演的实在是太触神入化了 好 周神已经徐灵刀 然后是不是在复制一个自己 现在水龙又能复制自己了吗 不是 他自己分身服 他不能复制自己 但是刚才那个幻象是暗影恶魔 递了他之后的那个幻象他能复制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机制 就他判定那个不是你自己的单位 确实不是你自己的单位 对 好再看英特推一波 关键是他自己不能 他自己能控制的目标 他是不能复制的 刚才那个那个是他不能控制的目标 领先2万的推进 我看看能推成什么样 还有扬刀什么的 领先2-3万了现在 是的 看看中国式的手高底 中国式的手高底 刚才那一波的话是把这个塔给磨掉了 这幻象有点凶猛 这是个chance 这边高升火炮已经用掉了 但是他们肯定会退 不会打 这在短20秒 现在冰线很好 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是的 现在高升火炮CD实在是太长了 是的 嗯 怎么又走了 又走了 中国式上高地的特点就是上一半不上了 他们现在要推 他们不推的话 一旦周神刷的再飞一点 又不好说了 他们现在如果不推的话 刷刷也刷起来了 关键 对 现在他们如果不推的话 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的酱油的装备 弄得更加的好 这样已经刷中备已经没有了 什么 中路没高地塔不推 他们推上路去了 不懂他们什么意思 就是想不通 国外市上高地吗 对 然后外市地上高地 把约翠拉回来 杨柱 这边约翠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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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买约翠拉回来 周神虚伸到之后 虚伸了一个SK SK大招没有起了效果 传神 被通都不行了已经 430 430似乎又刷 不行了 实在是 这一排 打不动这个PJ了 已经是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的 因为他们领先太多的一个竞技了 430买活 传神买活 但是还是3打5 好像 还是可以 还有机会 还有的打 还有的打 搞一搞 马上10秒钟 10秒钟 30一有大招 但是 430又被抓 全掌真的 杨柱 杨柱水仁 没得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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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仁只能跑 跑了就没得玩了 哎 哎 他传送到了前面 他要杀人 SK没蓝 他要杀着小裕人 机器 哦 机器 犯户了 买不活 机器了 这波子真机器 好 这样的话 老关DNT战队经历了坚谱卓绝的54分钟 对 终于是拿下了IG这块硬不透 这中路的时候应该是可以 不是他们是国外的就这样打团不是很细腻 但他们个人那里强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看来给打团我就慌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波团会这样吗 他们想让飞机先送 先送个盾 天真的以为IG会先动飞机手 对 其实飞机根本就不会动你手 知道你又对了 现在就没得玩了 IG也估计也很郁闷 不想打机器 是的 不想离开我们DSL联赛的舞台 没办法了 真是事实 我们DSL联赛 准备机了 机后赛也是很快要进行总决赛 总决赛的地点 也是万人瞩目的一个地点 谁都不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自己的踪影 好了 超级兵了 这样的话就奠定了IG的一个败局 那也是要恭喜老干爹IMT 恭喜老干爹IMT 你这个语气很快会让人误会 我们要恭喜老干爹IMT战队 不是 我是 确实他们这场的话打得非常好 对 主要是50多分钟 估计每个人都有点代卷了 是吧 所以我们要恭喜老干爹IMT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小小海最旁一岁了 一周年新版艾斯不活全面开启 船员进阶 经典船员再度登场 全民恶魔果实时代来临 动漫巨星同步 白星公主登场 艾斯不活 世界战斗格局产生变化 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OPWEB.CN